哈囉大家好我是葉子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我很愛的全素抹茶醬椰香餅乾 無蛋無奶而且也沒有麵粉喔 吃起來一樣很酥脆 那先來看餅乾需要的食材有 燕麥粉 杏仁粉 鹽 泡打粉 椰子油 椰蓉 椰糖漿 蜂糖漿 植物奶 我用的是豆漿 還有香草精 我用的完整食譜與細節都在一旁的資訊卡 還有下方的描述框連結裡頭 那麼首先先將烤箱以175度C預熱 在一個大碗中先放入葉麥粉 杏仁粉 一小撮鹽 椰蓉 還有泡打粉 用叉子混合攪拌均勻 接著再放入椰子油 椰糖漿 蜂糖漿也可以 然後香草精 豆漿或是其他植物奶 然後再用叉子攪拌混合均勻 攪拌混合到後期覺得有一點像麵包屑的質地的時候 就可以換成用手了 接著用手就用按壓的方式把它捏成團 像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在桌上放一張大一點的烘焙紙 然後把剛剛攪拌好的燕麥餅乾團放進來 先用烘焙紙輔助 再稍微把麵團壓實 壓緊一點 接著就可以把另外一半的烘焙紙蓋上來 或是你也可以再拿一張新的啦 然後用擀麵棍把它擀平 擀成大約0.2公分後就可以了 像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接著用切餅乾的模具 或是沒有的話你也可以用杯子的口徑 這樣子壓出圓形的形狀 壓出形狀之後 再小心的把餅乾麵團取出來 放在鋪烤盤紙或是烤盤墊的烤盤上頭 剩下的餅乾麵團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再把它壓實壓緊 接著像之前那樣子用擀麵棍把它擀平開來 再用模具壓成餅乾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做出10-14片的餅乾 放入烤箱以175度C烤12-15分鐘至表面金黃 之後取出至於網架上放涼 那我們來做抹茶醬 同樣先來看需要的食材有可可脂 抹茶粉 椰子油 椰蓉 椰糖漿 香草精 還有點綴的草莓乾 首先先用研磨機或是調理機把椰蓉打到非常細緻 然後再加入椰子油 椰糖漿 香草精 還有融化的可可脂 放入食物調理機或是處理機中攪打混合均勻 之後再倒入可以冷凍的容器中放置冷凍5-10分鐘讓它凝固 之後再加入抹茶粉混合攪拌均勻 像這樣的質地就差不多了 接著再把烘烤好放涼的餅乾沾上抹茶醬 因為這個抹茶醬很濃郁 所以我通常只會沾一半而已 重複一樣的動作吧 剩下所有餅乾都沾好抹茶醬 然後再放上草莓乾點綴 我是先有先把草莓乾剪小一點 這樣子比較可愛漂亮 這樣子就完成了 可以直接享用喔 但如果你覺得抹茶醬有點太偏隨意的話 就把它放到冷凍庫再給它冰個5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抹茶醬椰香餅乾充滿了椰子香氣 同時帶有抹茶醬的濃郁滋味 順沙的餅乾記得要冷藏保存喔 如果有做的話 歡迎與我分享你的成品 我比較常出沒在Facebook 最新的食譜也都會在那裡喔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